枪枪三人行还是研究解放战争的王树增老师 这家写这本书不容易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查 接触了很多特别具体的史料 但是我今天跟您提个话题 我对国共双方的将领很感兴趣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你比如说当年的杜玉明 首先有个事我就弄不清楚 他这么聪明 当年还是远征军的 抗日名将这么一个人 怎么从徐州 他最后那么多军队撤出去的时候 那么乱七八糟 你知道到最后为什么给围了 说是从徐州撤的时候 兵也有民也有 混杂在一起 络绎于途 那不跟刘备一样 乱七八糟的 怎么会把军事行动搞成这个样子 我想你刚才说的一个话题很有意思 无论是共产党的将领 还是国民党的将领 我说的高级将领 我们翻译他的履历 实际上都是当年的热血青年 没错 而且很多是同学 同学 黄埔同学 即使不是同学 都是在大革命初期的时候 对吧 十几岁 投笔从容 是吧 满怀救国 都是为理想奋斗 而且两党的精英 在大革命时期 北伐时期是并肩作战 对 互相见面 是什么凶 什么凶 什么凶的 而且很多人是双重身份 双重党籍 既是国民党 又是共产党 毛泽东还做过 国民党宣传部长 对 光机会秘书 后来呢 由于这个黄埔军校说了 不允许有双重 你要只能选择一个 那么我就拉倒了 分出来一个 分出来一个 那我想就是说 我们应该从这些青年的 一开始我们来判断 这些人 他们都是很有才华 这些人是职业革命家 职业军人才华 这就是一个悲剧性的 一个悖论 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人 他纵然有千般才华 但是在一个历史的 这个特定的环境之内 他站在什么样的一条的 历史轨迹之上 决定个人命运 你就投错了阵影 那你再有才华 也是心比天高命比之后 你比如刚才我说那个 徐州撤退 那简直不叫撤退 他带的市民有三十多万 是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带的市民走呢 当时啊 国民党在解放战争的后期 国民党每放弃一个城市啊 就已经不是军事行为了 后边全跟着这些人 特别奇怪 那么跟着这些人是什么 老百姓就是说 老百姓啊 我告诉你啊 有三类人 主要非要跟着不可的 第一类人是什么 第一类人就是 地方政府 对 地方政府官员 对不对 公务员嘛 没错 但是蒋介石这个系统 对 公务员嘛 而且公员本身还有有老有小呢 家属 这是一拨 还有一拨就是商人 有钱人 怕被共产共妻了 对啊 你共产共妻还得了 我再扛着包裹 我得跟着你走 大小老婆一起带着手 还有一个比较多的是青年学生 对 青年学生 为什么 国民党 国民党内 国民党也有政治工作部门啊 知道吧 他要求这个青年人跟着他走的 没错 有两个好处 这些青年学生随时都可以作为补充兵员 十万青年 十万兵 对 而且这个 这个他也知道这些知识青年啊 还是社会动量 所以说在解放战争当中 我们常常发现有一个部位番号很特殊 叫青年军 对 青年军 在解放战争当中我们注意 他叫二龄几师的 那就是青年军 而且他永远叫师 不叫军 不叫军 一二次打头了 这时候青年军 就是蒋经国经营的 解放战争当中 也是非常完成的 能打吗 能打 守沈阳 守洛阳等等 这些都打到最后了 最后抵抗的 肯定是这个青年军 青年军基本的成分都是青年学生 正思想工作做得很好 他们可能那时候三民主义信徒 也算有点信仰 被下面土改解放的农民 最后还是打掉了 打掉了 打掉 就是我说他撤退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军事行为了 他已经有点仓皇逃跑的感觉了 而且这是绕过皇位兵团 他应该是解救皇位兵的 他绕着他走 绕他走 但这一走 这个脱家带口 已经注定了 他非备为不可 他走不快 对啊 还有一点 刚才我们说到一点 就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背后 为什么有商业背景 对民还非常保密的情况之下 没有告诉部队 透露一点风声 说咱要弃城 走人这个情况之下 徐朝鲁已经乱了 所以他对民回忆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老头子事前如命 这叫我怎样 怎能打仗 老头子指谁 蒋介石 能够向徐州的商人 银行家 前迫老板 来套路说 要弃城的 这个消息的 只能有一个渠道 就是南京 是南京给那的商人什么的 通风 当然了 他们有例子 对啊 我是南京 我好比说 我是总参业部的 或者我是司令部的 我那其中有买卖 好家伙 这么多钱 要运到台湾 对啊 你瞧这资产阶级 它是打不过无产阶级 对 那边是 这个你穿衣服 光小的 光小的 我什么都没有 真是 所以说撤退的时候 马上变成了一个 弃城的全城大逃亡 结果没走多远 走了三天了 就围在陈关庄了 那么围在陈关庄里 最惨的还是这些市民 老百姓 那我们看的回忆论算惨透了 因为陈关庄被围了很长时间啊 哎呦 就是是我看这围到最后啊 你像这个邱清泉 这邱清泉 感觉是这个洋军官 是外国被 而他很牛 洋派的这种 但是到后来啊 你可以感觉到精神已经崩溃了 说他那个地方也很有意思 还有做做做做小买门的 因为是军民混在一起 然后呢 你想说邱清泉到最后天天喝酒 抱着舞女跳舞 就是在被解放军围着的期间 那个时候说空头啊 空头物资啊 后来我在一些记载上说过 到最后啊 因为那个你要安降落伞的话 都飘到解放军阵地上去了 到最后这个铁坨子往下砸呀 一下能砸死十几个国民党兵 投粮食投兵器 就那么一个 而且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 我是在 我是在回忆路上看的 我觉得 骇人听闻 我都不太相信 就是说他呢 就是空头场呢 是被他宪兵包围着的 任何人不许进去空头场 就落降落伞的空头场 这食物咱们是分发的 是那个意思 不能个人哄抢 有个别的空头带 落到这个宪兵的警戒线外边了 里边大饼 我就看那个回忆 就是抢了一个饼 抢一个饼 赶紧咬一口 就挨了一枪 挨了一枪 给达子 这开枪的人过去再咬一口 又挨了一枪 说一个大饼吃完 要付出十几条人命 哎呦 就当然了 这可能有点害人听闻 但是呢 那个那里边 由于大量的市民 和大量的官兵 已经完全 完全处于绝境了 我我有点不懂这个 我这个就说 你比如说像杜宇明 邱星全那么想 为什么不背水一战 就是拼也给你拼 拼了吗 那么怎么就要困手 他拼啊 他是拼过 他拖了过 黄白套也拖了过 黄文也拖了过 杜宇明也拖了过 他拖不出去 哎 你那个飞机大炮 空中优势 这还打不了吗 呃 呃 蒋经事专门派的空军人 到他 空头到他这个现场 不知道告诉你几号方案 几月几号 几点 我空军出多少 上百架次的飞机 我使用毒气弹 给你杀开一条血路 你怎么怎么着 但是他都不出去 你觉得这从军事上 怎么理解呢 呃 解放军太厉害了 我觉得可能 我可能那时候 士兵是不太愿意打了 就跟那个毛泽东选集里说的 那个敦促皇帝 什么将军投降书里边 那说很清楚 我们的士兵呃 这个愿意愿意作战 你们的士兵不愿意作战 因为其实 人心散了 你要回到士兵来说了 他们都是农民嘛 对对对 他可能同装的这个王二 现在在帮解放军打了 对 他在这边 他他可能就觉得没道理 但明天他穿上他的衣服就过去了 呃 他一被俘 他就穿上解放军的衣服了 我还说一个细节啊 这也是我原来没想到的事 嗯 我就不可理解 为什么说一仗打下来 这个十几万二十几万的俘虏 瞬间就把贸克犯了 对 就变解放军了 对 而且瞬间就能掉掉到档口 对 为什么 我在我们的解放战争中的土地 土地改革的政策当中 我发现了一条 令我很吃惊 嗯 我发现一个文件 最后一条写着 你们错误不是分地吗 啊 这个这家人 他儿子当国民党士兵 照样分 不能歧视 哎呦 这共产党攻心之术啊 不能歧视啊 好家伙 嗯 那他有一条线的 好比说在国民党这团以上军官 那是另外 另外一回事 对 就是说他是普通士兵 那他就是个农民 哦 那就是说自己家里的 分了土地了 他当了那个解放 共产党的军队的 那他分地可能多一点 那一样的 他是他等分的嘛 等分的 所以说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前线拿个大拉不通 喊 喊什么 喊什么都不管用 你说什么 他喊什么主意 不管用 嗯 就说兄弟 你家也分地了 别打了 我跟你说 这可是有巨大的瓦解 为什么你说中国农民啊 给你土地的人 你怎么把枪口对着他呢 就还跑深圳对着民工说 你回家吧 家里发钱了